记者黄良杰高雄报道 高氏董姓娃娃车司机趁协助照顾学童午休 涉嫌对安心班校二女童伸出狼爪 女童惊醒不敢反抗装睡 女童将四次发生日期 用隐形笔写在便条纸 因害怕聚上安心班 母亲察觉不对劲 女童哭诉遭摸 高雄地院省洁 将董姓司机一设犯成年人 故意对儿童成妻猥亵罪 共赐罪 各处有期徒刑两年 因执行有期徒刑五年 仍可上诉 被告娃娃车司机于104年期 8月间 见女童在幼儿园复射安心班午睡时 涉嫌对女童伸狼爪四次 娃娃车司机失口否认 便称当时见女童不是 经女童同意才帮她按摩 有一次是帮女童把夹在双脚前的被子拉出盖好 并没有伸狼爪猥亵 判决书指出104年7月被告第一次对女童伸狼爪后 女童回家后曾用投射笔 引擎笔记下第一次被害日期于便利贴笔记本 同年8月再度发生 写在学校笔记本 不料8月下旬又遭司机偷摸 女童不想到安心班 家人关心后 女童才向妈妈哭诉 并在家中便利贴笔记本内 再用投射笔写下最后一次日期 判决指出 女童曾要求跟弟弟一起午休 但遭被告阻止 身心受窗的女童不时以付度等理由 聚上安心班才让家人察觉不对 女童事后心理鉴定 社工评估被害女童出现创伤症候群 一度看 到男生会恐惧 还曾在房间哭泣 也会因紧张 抠手提等症状 经辅导后才逐渐改善 何一庭审理认定被告 未满足自身性欲 利用担任娃娃车司机机机会 对女童猥亵 此案对女童身心受成 甚至犯后 迄今未与女童和解 认定四次猥亵成立 应执行有期徒刑五年